这个相声啊 这几年在咱们中国发展很快 是啊 为什么观众爱听了 为什么呀 主要是因为相声这个语言 观众容易接受 哦 说的都是标准的普通话 也就是北京话 这可不错 普通话是普通话 北京话是北京话 不是这还有什么区别吗 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 以北方方言为基础 这叫做普通话 那北京话呢 北京话不能代表普通话 哦 北京虽然是中国的首都 它北京这个地方也有方言图语 是啊 你要如果在舞台上说点方言图语 底下的观众不懂啊 你比如说 走 这个走是啊 普通话 对啊 你要说北京话 它这个图语就不叫走 那北京话怎么说呀 叫店儿了 哦 对 店儿了 就是你要研究起来 这个安理说 这跑叫大店儿吧 就是啊 它不叫大店儿 那叫什么呀 叫撒鸭子的 哎呦 这叫什么话呀 特别是这死的你听的难听 那怎么说呀 它叫鬼屁着凉了 靠嘛 这话太不文凭了 但是有人要跟我打听您 啊 问您的情况怎么样 哦 还有人关心我 我得说普通话 嗯 陈一文 哎 实际啊 啊 最近咱们老没看见那王位友了 哎 我王位友早就死了 你才死了呢 我这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我就不愿意听了 这么说人家对方懂 嗯 你要说北京的图语就坏事了 等一下 人家问我谁啊 最近咱们老没看见那王位友了 哎 王位友早就嗝皮着凉了 啊 对方不懂 就是啊 纳闷 嗯 嗝皮着凉 啊 这耳皮着凉是神病 嗯 这怎么回事 就是啊 跟艾滋病有没有关系 哈哈哈哈哈哈 啥艾滋病啊 不是 人家对方不明白呀 是没这么下菜子 所以说要求你要说普通话 哦 这么回事 北京话还有毛病 什么毛病啊 他啰嗦 哦 还有啰嗦的地方 哎 你比如我举个例子 嗯 这院里住着两户人家 关系挺好 啊 还有一天晚上有一户上厕所 嗯 这边听那边有动静啊 问一问 啊 两人一问一答 您听个这话啰嗦 不是 这点事情可不大 那边门一响 这边就问了 嗯 外边关当生这谁啊 是我大哥 你黑更白夜的干嘛呀 白天都喝点啤酒 晚饭没吃干的 我喝两碗粥 刚钻备窝 尿来了 我呀上毛房 跟尿筐尿去 哎 天亮你配弄点啊 由人动着 你呀一着凉就爱发烧 一发烧就歇兵驾 你老歇兵驾 没开支的还有钱呢 哎呦 哎大哥有话快说行不行 怎么 我都快尿裤子了 好嘛 是搞啰嗦的 这样说普通话就省事啊 说普通话你说四句话 一句话四个字就行 哦 十六个字就解决了 那白你想这一问 嗯 外边是谁 是我大哥 你干嘛去 我上厕所 哈哈哈哈 行 还是普通话省事 也不是绝对的 什么事都没有绝对的 有的地方方言 比这个普通话还精炼 哪的方言呢 上海话 哦 上海话 上海话说这点事 一句话三个字 嗯 四句话十二个字就行 节省四个字 那边一想这一问 啥干净 就这么 能啥 要啥事 哈哈哈哈 行 还是上海话省事 有比上海话还省事呢 哪都画的 湖北话 哦 湖北话 湖北话说这点事 一定画两个字 嗯 四句话八个字 要节省四个字 那边一想这一问 哪个呀 思沃哟 摸死啊 该寿 哈哈哈哈 行 咱这湖北话省事 有比湖北话还省事呢 哪的画呀 河南画 哦 河南画 河南画说这点事 一句话一个字 四个字就解决了 那边一想这一问 谁 我抓 鸟 各地有各地的方言 各地有各地的图语 哦 我们国家五十多个民族 嗯 不提倡 说普通话 啊 用一种语言来统一的话 嗯 出差旅游办事不方便 不容易勾提 我年轻的时候啊 因为这语言问题 我吃过亏 哦 您还吃过亏 我第一次到上海演出去 嗯 因为语言问题 我吃大亏了 哦 那你这么介绍介绍 北京我学读钢板诗啊 嗯 过去不叫巡回演出 啊 那人叫跑码头 哦 就是锻炼锻炼的 嗯 我上北京的天井锻炼 啊 我这钢板诗到上海演出去 嗯 一点上海话不懂 啊 到上海下了火车以后 站车站着急 嗯 我那找旅馆去啊 啊 不认得到啊 嗯 我怕鼻子痛 哦 我一瞧啊 那车站在对面 往轮边上 放着几辆洋车 还洋车呢 洋车这是北京人的叫法 对啊 到天井这儿 这叫胶皮 哦 上海当时叫什么 我不知道 嗯 我啊 想顾一下洋车 啊 让他带我找旅馆 你那厨艺不错啊 洋车 洋车 啊 那几个拉车坐在车里都不理我 嗯 不理你 就和没听见一个 啊 不是怎么回事啊 嗯 哦 可能这叫法叫洋车呀 都不懂 嗯 实际上这叫人力车 是啊 我按天井这胶皮叫的试试 试试啊 哎 胶皮 胶皮 这回怎么样啊 还不理我 这几位什么毛病啊 我这正着急呢 啊 由于过路的是北京人 嗯 这人久居上海 他懂上海话 哦 他跟我说 先生 此地这个叫洋车胶皮 他们全部懂 是啊 此地这个叫王八车 王八车 你这叫拿我开心 就是啊 刚到上海 我敢驾到王八车嘛 嗯 我驾到王八车 那几个拉车都得打我 不是 你可有点神 你还真够坏的 我咱们一说 您千万别误会 啊 我可不是因你啊 嗯 这个上海话呀 是黄王不分 啊 实际这个叫黄包车 哦 黄包车 黄包车要说上海话 就是瓦巴车 哦 这么回事啊 叫他试试 是吧 我撞着胆 叫他试试 啊 王八车 王八车 这会怎么样啊 那几个拉车呢 哎 再来再来 再穿过来了 嘿嘿 太有意思啊 拉车的问问 说什么呢 你有什么事啊 哦 当时我想 这是晚上啊 嗯 我在北京听人说 上海这个外滩的夜景 特别美 对啊 我得让他大友 上外滩玩一会 哦 先转移转 看看上海的夜景 嗯 再找旅馆 哎 我说我上了黄埔滩 嗯 哦 能死王八蛋呀 他得骂你啊 我也听他骂王八蛋的 这是 我说这怎么回事啊 后来一万才知道 这不是骂人的 那是 上海话黄王不分的 嗯 你上黄埔滩 这弄死王八蛋呀 多大物 我去哪 下来这车我不敢坐了 啊 咱是小 嗯 我怕得我这时候见面就骂人 啊 待会没人就来揍我怎么办呢 哈哈 自己就瞎走 嗯 找来找去 我找到一个旅馆 啊 这旅馆在一糊涂里头 哦 糊涂里头 糊涂 这是北京的叫法 对啊 上海叫弄堂 那叫法又不一样了 到旅馆我感觉我有点饿 嗯 我那叫那茶坊 啊 茶坊就是旅馆的服务员 这我知道 过去都叫茶坊 我茶坊 过来一样 嗯 我话他不懂我比我 来 啊 过来一样 那厂坊我一看呢 有四五十岁 哦 比我大呀 嗯 可人挺尊敬我 给我鞠躬 嗯 老呗 老八 哎呦 我纳闷 他怎么还叫老八呀 我这没亲戚怎么出了一大侄子 就是啊 他也叫我老白 我说得很啊 嗯 我看他比我大二十多岁呢 啊 我说好说二十 哈哈 怎么了你爸做 这叫人敬人高 您这叫起户 他叫我老白 我叫老二叔 我们俩打不了价 嗯 他问我弄三天 什么 我不懂 实际上是问我有什么事 哦 当时我不懂啊 啊 等于什么 撒铁 我不结婚 我撒铁了 就是啊 我刚到上海 我饿了 哎 我想吃碗面汤有没有 哦 面汤 这面汤啊 北方叫面汤 对啊 上海不叫面汤 那上海叫什么呀 上海叫汤面 哦 掉一个 上海什么叫面汤啊 啊 上海的西莲水叫面汤 哦 说上海话叫米汤 擦擦脸叫卡卡米皮 啊 我要呢 是吃的面汤 嗯 他也不懂美京话呀 好 他以为我要啊 西莲水呢 嗯 哦 弄了个面汤 四卡卡米皮 说什么呢 这 这意思 你来盆西莲水 想擦擦脸呢 哈哈 我听不懂啊 嗯 我什么面汤 面皮 啊 面皮也行 没汤你饱 他是饿了 赶紧来 啊 我说让他赶紧来 哎 哎 走了 这服务态度还真不错 没多大功夫 给我端上一盆 面汤 西莲水 西莲水 那我纳闷啊 我这要面汤 怎么来盆西莲水呀 就是啊 哦 我心里明白了 嗯 上海这地儿蒋卫生 中国的大城市 啊 吃饭之前必须得洗脸 有道理 不洗脸上海人不让你吃饭 哈哈 没那么厉害 洗吧 啊 到人这儿就遵守人家规矩 这话对 把脸洗完 让他把洗脸水端走 嗯 我就等着面汤 啊 等了半天没来 嗯 我急的 饿呀 哎 面汤 这茶房也不耐烦 我喝面汤啥 什么 他说你还要洗脸水呀 啊 但是我听不懂啊 嗯 我怎么不要啊 我没吃呢 我怎么不要 你来呀 哎 再来再来再走了 又一趟 一会儿工作又要端上一盆 嘿嘿 你也趟 洗脸水 哎呦 我瞧这洗脸水 怎么回事啊 啊 怎么又来一份呢 就是啊 这脸我刚才洗啊 嗯 哦 刚才洗脸的时候 我忘了洗脖子了 哈哈 可能这茶房瞧 我脖子还脏着呢 我在洗洗脖子 嗯 把脖子洗完了 让他把洗脸水端走 啊 我又等了半个多小时 这面汤还没来 哦 这后我真急了 嗯 哎 面汤 我这一瞪眼 他也不耐烦了 你腾子免腾子 弄撒个面皮啊 说什么呢这是 洗脸洗脸 你什么脸 你怎么老洗呀你 哈哈 多了他笑话 弄撒个面皮啊 哦 我什么撒个面皮啊 我一都没看见 我哪看你撒个去 你 你来呀 再来再来再来 再来走了 又一趟 一会儿工会 又给我端上一盘 哎 面汤 洗脸水 哎呦 又回来 哈哈 怎么回事 我吃碗肉汤面洗 三回脸 嗯 这要吃个米粉肉 不得洗四回澡啊 哎 不至于 我还打现在 到门早上老照样 我这脑袋 得秃了皮不可 还真没准 要命我怎么办呢 后来我心里有点明白了 嗯 准时我们俩在语言上 有误会 哦 我说话他不懂 他说话我听不明白 嗯 相声演员 讲究研究各地方言图语 就是啊 上海话我一点不懂 嗯 我一看这查 我姿势我也害怕 啊 这好 这手里还第一铜壶呢 嗯 这铜壶啊 刚烧开的开水 哦 等着我 跟我直瞪眼 哈哈 这意思我明白了 啊 那意思你再要先睡 我甭跑 嗯 我待会给你拿一盆开水 这么会儿三趟了吗 我月桥这海话 我怎么办呢 啊 嗨 我该死 哦 有点内疚 不好好学 嗯 内疚啊 倒霉倒霉该死这句话是 这该死怎么了 这上海话开水 这上海话开水 他叫K死 哦 我一拍我脑袋 我说我该死 他以为我要那壶开水呢 我用K死来的 哗 又到一门 嘿 又会进去 我这一晚上在旅馆 什么都没干 我这静洗脸啊 就是啊 我说二叔 您回家吧 瞧我二婶睡了没有 走 好吧 该护走 你走吧 我不吃了行不行 啊 给他护走 我睡觉吧 嗯 睡不着 啊 饿呀 这点醉瘦的 凡来复不去折扰 嗯 好容易就盼着天亮起来 我也吃早点去 啊 不懂上海话 我看 嗯 哪有卖什么的一瞧 哎 这不就明白了吗 这回他也聪明了 不跟他们说话 对 天刚亮四点多钟 赶紧起来了 嗯 起来以后我 洗完脸啊 竖完口 穿好了衣裳 到门口找去 嗯 刚到门口 我一瞧 哪有卖早点的啊 一瞧在弄堂口上 还真有 哦 有这么一个男的 推着一小车子 嗯 这车子擦特别干净 啊 身上系着围裙 胳膊上戴着套袖 嗯 这人在站那儿 捂着耳头 吆喝 林次磊 林次磊 我一琢磋 早上起来吆喝 准得是卖早点的 没错 感觉他不是卖早点的 那是 倒马桶的 好嘛 就我误会了 他不是吆喝的 喊林次磊 林出来 啊 林出来的北方 就是滴的出来的意思 也是劈出来的意思 这是我不懂啊 哎 卖什么呢 哈哈 我一叫他 他回头一看 我这人吓一大跳 嗯 嗯 什么是奶奶 倒马桶 我得娘一倒马桶 不是 这说什么呢 这是 他说怎么是男人倒马桶 没有娘一倒马桶 哦 这里还有什么说辞吗 是啊 到南方倒马桶 都是女的倒 嗯 有钱人不用人 用人到北方是老妈的 对啊 到南方都叫娘一 嗯 没钱的人自己媳妇了 要么姑娘大了 姑娘短 反正都是女的倒 哦 多穷的家 没有男的滴着马桶出来的 嗯 这是过去就这样 风俗习惯 哎 我一叫他 他以为倒马桶呢 嗯 他一看是男的 他说 怎么是奶奶倒马桶 我得娘一倒马桶 好这么回事 他话我听不懂 我也着急啊 啊 我 你的心的干活 我得通通的不明白 日本话都出来了 你卖什么的 啊 我就指他那车子 嗯 他一看我指那车子 他那意思告诉我 哎 马桶啊 什么 他说马桶啊 哦 我听错了 您听成什么了 我听成馒头啊 馒头 我这正饿着 我馒头 我好啊 嘿 我要吃点 哎呦 我的话他不懂 我这动作这回他明白点了 哦 用掐五啊 要说什么呢 你要吃粪呢 哈哈 上海话你是农 吃叫掐 粪叫五 哦 就农掐五啊 嗯 就是你要吃粪呢 啊 我又听错了 你要听成什么了 我听着问我 你是五个呀 五 我五个 嘿 五个我得看 你这馒头是 大的是小的了 啊 要大的五个我饱了 小的我得吃麻烦呢 哈哈 你赶紧摸来吧 他推过来 嗯 他推过车子 我先盖一看 您吃几个 一个也吃不了 哈哈 哈哈 谢谢